小女孩住在不到20平的房间里 却骗同学自己住在别墅 不料这一场景都被邻居小指撞见 女孩心虚地回了家 女孩很无奈 她知道撒谎不对 可朋友之间免不了比较 有时候她自己想不通 为什么自己没有游戏机 点心也都是难吃的小饼干 为了表示安慰 小指送了女孩一朵自己做的头花 并告诉她不好吃的饼干 泡上牛奶会变得又甜又香 女孩跑进屋里 不一会就敲响了小指的房门 小指这些温暖的举动 都被隔壁的阿全看到了眼中 藏到了心底 她开始约小指出去玩 给她做美味的金枪鱼三明治 然而这场小情烧烤 却让小指想起了不太美好的回忆 从前她和前男友深二 参加了一场同学聚会 席间她忙前跑后 小努力地融入男友的圈子 却没想到男友并没有和同学们介绍自己 还谎称两人只是普通同事关系 然而小指没想到的是 此时她的前男友坐了一个小时的车来找她 手里还拿着她最爱吃的白色恋人 半天等不到人的慎儿 被热情的邻居婆婆请进了门 两人一起看了一部电影 老婆婆语众心长地说道 男女之间悲剧的导火索 永远都是缺乏沟通 深二听这话若有所思 想起了之前烧烤派对上 她本想将小指介绍给朋友们 可不想一个朋友刚刚失恋 她不想让自己的官宣 变成朋友的二次打击 于是便矢口否认 小指是自己的女朋友 或许这些零碎的误会 就是他们分开的根本原因吧 她不知道的是 现在的小指正和阿全 陷入到了甜蜜的爱美中 善儿一直等到了晚上 才见到小指和阿全 有说有笑地回来 善儿只好死要面子地说 自己只是刚巧路过 小指不想再和善儿过多纠缠 找借口说要去邻居家玩 却没想到善儿不依不扰地跟着 大家竟然都凑到了 一起开始打扑克 作为职场精英 善儿很快把握了全场的节奏 但随后看到大家凑在一起吃美食 无暇顾及她时 她才意识到自己好像始终是个局外人 她失落地告别离开 此时婆婆拿出了善儿带来的白色恋人 小指拿着袋子追了出去 表示对她的感谢 善儿想起下午婆婆说的话 便想表达出自己的真心 但就在支支吾吾之际 阿全也出来送她 看到两人浓情蜜意 善儿不由地妒忌上岛 拉着小指就亲了上去 随即又嘴硬地说 什么事 我事 这无耻的发言顿时奏响 这无耻的发言 回去的路上 口试心扉的善儿再次哭肠了那人 あの 落下了よ 白恋人 すいません すいません 好奇 母亲 我都不在家 好可惡